其中一位呢我印象也是特别深刻 因为他那个时候我们要他 就是进行Flying Fox的那个活动 因为他有位高 他其实很怕在高空下这样子滑下去 那他一直不要做 不要做这个挑战 不要迎接这个挑战 后来我们就把他父亲 我们之前录了他父亲讲的话 我们现场用这个平板电脑给他看 结果他真的一边听一边哭 然后他真的是接受那个挑战 而且克服了这个位高的挑战 坐在Flying Fox这样子滑下去 这一点可以充分地显示出 原来父母的鼓励 对一个小朋友 一个少年是多么的重要 所以这一点呢 我相信我们大人呢 是要可以在这方面 自己可以去更努力的